來看到南美洲國家哥倫比亞 有一個驚險的救援畫面 當地時間十四號 有一隻樹懶 他誤闖了電線桿 就這樣倒掛在電線上 當地的電力公司接火通報之後 趕緊派人展開救援行動 等待救援的樹懶 就倒掛在電線上 讓當地的民眾看得心慌慌 救難人員起初伸出雙手 示意要樹懶過來 但是樹懶 他還不太願意跟著走 後來救難人員索性出動了掃把 再加上溫柔的呼喚 才救出樹懶 整個過程耗時二十分鐘 最後成功救援 讓當地的民眾看得心驚膽戰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 掌握天下是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